極權喊話大喊加油 尋求連任的宜蘭羅東鎮長吳丘林 涉嫌會選 七號凌晨以二十萬交保 但他似乎沒被影響 照跑行程和選民擲鋼井 對著鏡頭喊冤會捲入會選案 起因就是他半年前的一場飯局 羅東鎮長吳丘林 就是到這間知名餐廳參加餐序 不過被檢舉要離開時 送紅酒 涉嫌會選 這家知名餐廳一桌收費四千五百元 鎮長吳丘林遭檢舉 為了尋求支持 找了家長會成員 國中小校長等教育界人士 近四十人 若一支紅酒九百元 送出八十支 金額高達七萬二 聚餐清費究竟從何而來 正公所回應紅酒費用非公所支付 至於其他細節偵查中無法透露 吳丘林也才剛捲入林寺廟 涉潭畢案 這回求支持 涉嫌會選送紅酒 爭議接連而來 恐怕衝擊年底選情 暫地新聞到了陳林玉君 宜蘭採訪報導